2022年进入后疫情时代 在社会生态剧烈变动的时空中 法谷山人机会以稳健踏实的步伐 集合新六轮宣讲团 关怀生命专线与新剧团数百位义工 持续提供安心之道与多元的关怀服务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关怀生命奖 即论坛活动 今年邀请法谷山方丈和尚国会法师 吴念珍导演及珍宝银女士 以解密自己的元宇宙为题 引导民众超越真实与虚拟 做自己真正的主人 我们要怎么样真的保持真我 然后持续的进步 在佛法里面有没有一些开始 是可以让我们能够找到最佳的途径 当然照顾自己的身体 更重要的是 能够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 应该是我们的心 圣经师告诉我们 心安就有平安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不断地精进 还有能够不断地奉献 那就是言为善了 本届关怀生命奖 选拔出行一行善超过半世纪的慈悲奖得主 杜英吉 以及陪伴爱奇儿家庭 走向更远道路的大院奖得主 天使新家族 四会奖 折游积极乐观的泡泡龙女孩 刘沛金获得 我跟海洋关系是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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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准备好了吗 来 来 任务 阿神 本来我们就希望 透过社会不同的资源 对于教育的现场 能够有一些直接的帮助 但是很多人在这帮助的过程里头 感到气馁 是因为这里面没有找到 衔接的管道或者队的语言 这里头有非常多的跨世代的 跨采观学的 这里面有很多的创意 也有很多的惊喜 新六轮宣讲团与富华总会合作 在各分会进行宣讲 因课程深受欢迎 目前已开办进阶课程 今年新南海策略课程 以实体及直播方式进行 邀请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峰 解析全球趋势 与台湾企业的新挑战 做出正确的决策 然后把资源放在正确的地方 那这就是你开始 开疆辟图扩张地盘的时候 发挥你的核心竞争力 然后趁势崛起 另外新六轮宣讲团 为长春化工及良心企业 安排了三天两月的企业营 结合团队合作 身心成长及彩修体验 提升企业员工的向心力及安定力 关怀生命专线自启动网络协谈之后 服务范围扩及海外 民众只要加入LINE官方群组 就能在专线义工的陪伴下 做出人生的低谷 关怀生命专线你好 某一次她心房松动的时候 哭着说 师姐 请你帮助我 不要放弃我 我不想真的杀死自己 我想要活下去 慢慢的她可以观察到情绪 处理情绪了 然后因为体验到 放松带来的内心的平静和感动 她每天开始放松 静坐15分钟 那这个过程当中 会让我自己对 佛法和禅法更有信心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 专线招募更具协谈经验的义工 并持续为义工办理系列的培训课程 到学校做香草专案 今年共计服务了67个香草班级 2,992位学童 借由照顾香草植物 孩子们养成专注 安定 也学会尊重和感恩 才艺工作方持续训练 对表演、艺术、服务 有兴趣的学员 让学员能以所学提升自我 并投入亲子营 做服务与奉献 幸福体验亲子营今年仅开办一场 亲子通过两天的戏剧 游戏与手作 开心共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家长开办成长课程 在疫情期间 开办MAP正念亲子团体课程 提供家长安身与安心的方法 让一个有正念的父母亲 然后能够在正念的基础下 懂得知道怎么做正念教养 那这样的他的正念教养 可以在一个自我安在的状态下 然后懂得去照顾孩子 也把自己照顾好 你不要再把自己放在那个过去的情境里 现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那其实我觉得那时候还蛮给我正能量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的过程我实际收获很多 很感谢 幸福密码广播节目 今年增加部分访宾的影音录制 让更多人不只听到 更能看到精彩内容 新年讲座今年举办两场 演讲者为2018年 关怀生命奖慈悲奖得主 林佳如校长 与养生基金会执行长 许华矣 2022年 我们发大菩提心 以慈悲及智慧 面对疫情的考验 新的年度 我们将以更温暖的关怀 更热忱的服务 陪伴您迎向福慧自在的人生 未经许可,更于至少 我们下年 舞台大师 完成 聪明 您正好